美国地产大亨特朗普因狂妄自大的言论和异常的政治观念 在美国总统提名战初期 选情一度不被民主党对手甚至党内精英看好 不过这名政治狂人却越战越勇 一路过关斩将 逐步收获提名所需的1237张党代表票 最终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唱票表决中 正式获得总统候选权 成为纽约州史上产生的第六名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 距离入主白宫只有一步之遥 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朗普 张扬狂妄的非主流思维和言论出乎意料 颇受部分美国选民热捧 即使频频失言支持率依然节节攀升 在撂倒16名党内对手 并与党内当权派精英经过多番激烈交锋后 特朗普星期二在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上 在5万名美国各州代表的唱票声中 正式提名成为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赢得最终出现 来自家乡纽约州代表的89张投票 功不可没 儿子小特朗普当晚宣布了纽约州计票结果 祝贺父亲取得胜利 接获消息的特朗普马上透过电视演讲发表感言 感谢选民不离不切 这个 will be a leadership by the way that puts the American people first we're going to bring back our jobs we're going to rebuild our depleted military and take care of our great veterans we're going to have strong borders we're going to get rid of ISIS and we're going to restore law and order 民主党接下来将紧随共和党 下个星期在费城举行代表大会 提名希拉利竞选美国总统 最新民调显示 两党候选人在全美的支持度相当接近 谁胜谁负难以预料 录像相争的好戏正式上演